观察者 网综合报道 网络发言人陆刊回应称 文秀文系 英美方多次邀请社团赴美 中方不喜欢在从商之前发出各种声议 希望双方能够安安静静 踏踏实实坐下来 在对的 平等和诚信的基础上谈出好的结果 路透社报道 截图路透社8月20日报道 特朗普当月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时表示 是 并不认为在本周重启的美中贸易谈判会使得重大进展 他还强调 其对解决美中贸易纠纷不存在时间表 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政府对2000亿美元 中国商品增加关税的听证会 在20日正式召开 这一关税举措则最早能在下个月生效 与美邦之前的征税举措不同 这次征税如果落实 将直接打击数以千计来自中国的各种消费品 包括海鲜 家具 照明产品 轮胎 塑料 自行车等 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库德洛在上周四十六日证实 中美双方将恢复被搁置的贸易谈判 他并同时强调 特朗普在贸易问题 尚有坚定决心 以确保美国能获得好的协议 同日 中国商务部消息称 因美邦邀请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说文 你与八个三身率团访美 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 尔帕斯率领了美邦代表团 其双方各自关注 自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相关问题 问 据报道 特朗普总统昨天表示 对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经贸磋商见价不抱太高期待 你对谈判见价有何预期 答 因美邦多次邀请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秀文率团赴美 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率领了美邦代表团 进行经贸问题磋商 中国商务部已经发布了有关消息 就中方而言 既然举行磋商 我们当然希望磋商能够取得好的结果 但是你应该知道 中方不喜欢在磋商之前发出各种声音 而是希望双方能够安安静静 踏踏实实坐下来 在对的 平等和诚信的基础上 谈出好的结果 观察者往此前报道 当前 虽然中美双方已经互相落实加征 首币价值34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 但双方二 三季度双边贸易已不大为进减少 反而有所增加 乌尔玛等美国超市正赶在加征关税 前加仅从中国进口圣诞机商品 甚至使美国当头集装箱数量创纪录 另外 全球航运剧头马世纪CEO本周 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同样表示 二季度全球海域贸易额有4%的增长 BM的脸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优优独 Old